同学们好 这节课咱们来学习一下这个Rudius的具体使用方法 我们知道Rudius很强大 但是它除了这个基于内存去缓存数据 它还有那些的使用方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进我们后台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后台有一些系统统计 比如说它有很多这种像统计访问量 统计合约度 统计用户数 等等这些统计 你看这些 统计它的资源各种 管理员用户 那么做这些统计的话 如果你是用这个MySQL去统计 比如说我统计咱们的这个访问量 一个用户来一次 我是不是也得往这个MySQL里面插一条数据 那这样对我们的MySQL这个访问 是不是造成这个很大的这个数据库压力 如果是说你这个数千万甚至数亿的 很可能就直接把这个数据库弄掉了 所以但是如果用咱们的Reduce来做这个访问统计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先打开一下我们的Reduce 是吧 第一个咱们来解决的问题是这个访问 比如说我想访问一个首页的这个统计量怎么访问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使用这个IACR命令 比如说IACR是吧 统计 CNT统计今天的 比如说2016年是吧 然后 这个一个冒号看一下今天时间6月5号 6 在哪个5号 统计今天的 尹代克斯 就是首页是吧 统计尹代克斯的他的访问量 比如说PV 是吧 他的访问量有多少 比如说 有一个数据过栏 我这里先试着啊 比如说有一个数据过栏 就统计一次 第一次是吧 再来一条数据统计两次 再来一条数据三次 再来一条数据四次 那么 这就是统计我6月5号 尹代克斯这个阴面就首页 他有几次的 那么比如说我想统计某个用户访问这个 我这个阴面 那我这里还可以加一个user是吧 IDA108 然后他访问首页访问多少次 第一次访问一次访问两次访问第三次是吧 这样因为它是基于内存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存到这个 这个内存里面去 如果你使用这个Masic 他得每次查询一次表是吧 得往表里面插一条数据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解决了你这个 大数据去统计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这就是他除了用来统计 除了用来做缓存以外 他可以用来做这个统计非常的方便 那么咱们这个是统计这个访问量是吧 比如说我想统计 活跃队怎么统计啊 比如用户的活跃队 活跃队的话咱们换一个命令啊 叫这个 sate bit setbit啊 比如说统计也是统计啊 统计 统计 用户的活跃队user108 用户他的活跃队比如说我想统计 他一个月的活跃队是吧比如说 一个月的活跃队第1天 第1天他来了统计一个1 然后第2天他也来了再统计一次 然后第3天他没有来第4天他没有来第5天他来了是吧 然后其他时间没有来第20天来了一次是吧 第31天又来了一次 你看他一共来了几次啊 那我们我们来统计一下这个这个用户他这个月 一共访问了几次网站 那么我们统计一下比如说 bit content 是吧 然后 cnt user 然后108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他一个统计了5次是吧 他一共访问咱们网站一个访问了5次 那么我通过这两个来组合比如说这个ancr这个用来统计 用户的所有访问点 这个sadebit加这个bit count 因为统计这个用户的活跃队 那么我网站的这个数据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对吧 我就不用每次都往这个 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存储了是吧 这样我就解决了我大负 访问量的问题 而且我也可以把这些时间区 曲折的图啊 什么折线图啊什么区域图啊这些都通过这个数据统计出来是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第一个是统计这个网站的所有访问量是吧这个是捧 统计这个用户的活跃度 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在用户登录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用户的信息存在哪里去啊 是不是存在这个phpc里面去啊 但是生生啊 生生他是以什么存储呢 他是以文件存储啊 生生跟 库库库他都是 都是以这个文件存储 我们的文件存储它要对磁盘操作是吧 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用户量大到1000万的时候他对磁盘进行1000次的操作 这样对我们的系统会不会造成很大压力啊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网友是来做这个 生生的存储啊代替生生的存储比如说 我会设置一个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 内蒙 他的指数1 是吧 那么我给这个内蒙设置一个有效时间比如说 给个 60秒 1x60秒我们看下文档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 这个他是给你给咱们提供一个文档的比如说 首页点击一下 你看 他有一个 制服栓类型是吧 有些同学说他可能对这个 英文这块不太好 有好是吧 其实他660也是有中文版的 我们看一下660 是吧然后 中文 中文文档 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文的 在 这里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命令 文档 找到命令 找到咱们这个 你看 他有这个字符串 闪列 这个哈希哈希是什么 一会咱们介绍一下 还有这个 列式的列表还有个集合有序集合是吧 好我们找到这个 然后字符串是吧 字符串 找一下这个 查看这就是中文命令大圈 找到字符串类型 我们找一下 他有一个set EX是吧 我们看一下啊 键然后这里是过去时间 好 打个命令 好我们重新设置一下啊 根据这个设置的话是setEX 第1个键是吧 那么 然后 过去时间 过去时间的话 咱们点5秒 是吧 然后他的值 张三 好 设置 设置成功以后是吧 然后我们获取一下那么 好成功的第1次 1秒2秒 你看 没有了是吧 我刚才设置的有点有点快啊 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EX然后内蒙 给他个10秒吧 增3 是吧 好 获取一下内蒙 1秒 2秒 3秒 4秒 过了啊 还有 是吧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没有了是吧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作为咱们这种session 去替换 作为session的一个替换方案啊 因为他是对内存机遇内存的他每次读写都在内存中直行所以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最常用的这几个都是我以前写项目最常用的啊 因为我要做的一些统计数据统计还有替换一个session 还有一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哈希 什么是哈希呢 呃哈希的话 大家知道这个 MySQL这个关联数 跟这个 所有数字吧 PHP的啊 关联数字跟所有数字 这个哈希的话就有点类似这个关联数字啊 比如说 我来试试一下比如说 我试试一个 set啊 哈希 来存储 比如说哈希 然后 呃 user 是吧 然后 id 108 107 然后 存储的 的比如说userlmo是吧 他的件是 直 因为存储是数字吗 userlmo等一张三 是吧 ok 我再来一个 他是我的 等于一个123456 是吧 再来一个 芯片 1是吧 再来一个 连接 30 是吧 那么我现在要获取一个 我刚才试试这个哈希数据 比如说 哈希user 里面的107我想获取他的性别 是吧 你看 金别是不是获取了 那我要是想获取所有的呢就是我 前面架构我是吧你看 把这个 获取 你看所有的数据结构是不是就已经获取了啊 然后 我获取所有的我还可以设置所有的比如说使用这个 hmset 是吧 可以同时设置多个比如说这个哈希 user 啊 然后 107比如说一个 userlmo 等于一个 呃 张三是吧 啊 帕斯 我的 等于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 等于30 然后这个年龄 这个这个性别 等于一啊 连设置成功 我再获取一次 获取所有的 然后哈希 user 107 开价 你看所有人是不是就获取成功了啊 所有人这几个基本上是你用这个Rudus 必须要获得几个功能啊 你把这几个功能学会以后你会非常 用脚会非常强大啊 这是他一些基本语法啊然后我们还会介绍怎么在这个TPA5里面去使用这个Rudus啊 因为 这个使用Rudus以后你整个的项目的这个 优化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效率啊 然后后期我们还会介绍一些优化方法 好吧 同学们下去以后把这个先把这个Rudus安装一下然后使用方法这两个用一下啊 还有个就是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啊就是他还有很多这个命令比如说 这个 咱们这个 额 列表列表有些有些类似这个什么呢有点类似于这个 所有数字我们说关联数字跟所有数字是吧 还有 所以这个Nest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所有数字 还有这个集合有序集合啊还有 还有他还支持这个事物啊 还有吃饭吃酒化这些都是我们用Rudus 很强大一个功能啊为什么不用Malikage了因为有些 Malik Malikage能做到的是Rudus也难但是Rudus能做到的是Malikage不能啊 好 那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结束啊大家下去把这个好好念一下 好感谢大家啊谢谢 谢谢